釋放一些訊息給你 你先把它寫上去 我等下再跟你解釋一下 來 這個Key 這是今天一個最重要的Key 這個Key在講什麼 通常你看喔 導數為0 導數為0就是產生什麼 導數就是什麼 七星邪律碼 切線寫律是0 代表在這個地方產生什麼東西 水平切線 導數為0 來 這個畫一個底線 你知道導數為0是什麼意思嗎 從圖形到觀點來看 代表這個地方有什麼 有水平切線啊 對吧 有水平切線 或者不能為分的點 都可能是極致點 這裡有兩個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再次拿兩個字 可能 同學請你拿出你的筆 把可能這兩個字把它框起來 我沒有說一定是喔 你要注意喔 這個中文我用得很精確喔 我沒有說一定是極致點喔 我沒有這樣講喔 我只說可能是喔 這件事情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我再講一次 搭配這個圖形 我給同學一個初步的想法 有水平切線的地方 或者是不可為分的地方 有可能是產生極致的地方 我只講有可能 你要注意喔 有可能 我沒有說一定喔 你一定要注意我的用詞 我講說都可能是極致點 我只講 is possible 可能 我沒有說必然喔 我沒有說必然 是說可能 那你當然從這個圖形 你很容易觀察出來嘛 對不對 你看嘛 這個地方 欸 產生最大值 而且它這個地方可為分 又有水平接線 而且它不僅是最大值還是極大值 這樣你聽懂嗎 啊像這種 你看它不連續嘛 總學不連續一定不可為啊 對不對 可是它在這裡還是產生極大值的 對吧 然後總學你看這種尖尖的地方 這種尖尖的地方它也是不能為分的 它的尖尖是沒有辦法被定義的 你看它也是不能為分 所以不能為分的點 也有可能是極致點 這樣聽懂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這堂課其實教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我學最大值 最小值 極大值 極小值 這是不同的概念 我們以前在高一 我問你喔 我們高一是不是講最大值 極大值 老師有在分的嗎 老師沒有在分的嘛 最大值就是極大值 我們以前沒有在分 但是到了高三我們要把它講清楚 最大值 最小值是值整體 極大極小是值局部好不好 整體跟局部 全校第一跟全班第一 這樣好不好 這樣懂喔 OK 這堂課到這邊就可以 你只要把這觀念建立好 我認為這堂課就成功了 謝謝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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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